大家好,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养蓝花的时候呢,是可以给蓝花淋雨的,但是有些花也 $在反应呢,自己给蓝花淋雨之后呢,这个蓝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涼腑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想蓝花在淋雨之后呢,不会出现涼腑的情况,那么大家在 领雨期间一定要注意这几点才行!首先第1个,植料一定要特别的疏松透气,那么这个粗顆粒的植料的话,最好就是多一点。那么这样呢,镍掉的透气逆水性就更好了 那么在淋雨之后 它就不容易出现盆土积水 然后导致这个病菌感染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淋雨之后呢 一定要保证环境通风 不能够把它放在密闭的地方 如果环境通风不好 那么就特别容易滋生病菌 而且呢 这个水分蒸发不出去 也会出现这个烂根的情况 那么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淋雨的时间 不要太长 可能很多话有啊 淋雨的话就一直把它放在室外 淋一天 那么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给它淋雨了 大概给它淋透就可以了 就是说准备它要浇水的时候 我们给它淋一次透水 然后你闻到盆底呢 一直有水流出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给它淋雨了 因为呢淋雨时间太长的话呢 它这个盆土啊 一直是处于这个湿润状态 那再加上一般下雨的时候呢 因为呢 空气中的这个湿度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这样一直淋的话呢 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那么第四个就是一定要保证植株 它是一颗状苗 是健康无病害的状苗 然后呢 我们要给它适量的补充一点 淋甲肥来增强植株的一个抗力性 抵抗力 那么在这样子 我们满足了这四个条件之后 再给你的南花淋雨的话呢 它就不容易粮谱了 来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